那开债节前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 政府今年给全国所有独钟总共1575万令吉的拨款 是政府历年来给独钟最大数额的拨款 那么陆兆福今天将所有的钱都移交给董总的主席陈大姐 那陆兆福在致辞的时候说给独钟的拨款 暂时还不是制度化的拨款 但是呢他承诺这个独钟拨款将成为常年拨款 只要董总致函财政部等等的相关部门肯定会处理 那他也说每一年同样的工作 每一年的拨款都肯定会进到独钟的户头里面 给独钟的拨款都已经成为一个常年的拨款 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个拨款肯定的是每一年都有 希望成为一个常年的拨款 所以每一年我们会这个工作会做好 那么在最快的速度最早的时间 那么希望明天更早 所以我希望明天在努力新年之前就能够发行这个拨款 但有的民众关注的是政府几时才会承认同考 那陆赵福说承认同考文庭需要按部就班 团级政府目前将着重于各政党都认同的事情 培养信任与理解 那么具有正义的议题则需要再了解再讨论 而独中通考的问题这个文凭的问题 传媒政府暂时都还没有讨论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